请吕教授讲讲这个5G时代到来 会不会黑镜里边的很多场景会不会出现 我就觉得黑镜里边 你比如那天我看一个什么 它就意味着某种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全身穿上传感衣 我们可以获得 比如说我现在啊 就像您说的这个VR这种技术 就像您说 我马上我现在就在夏威夷 是的 我闻到海浪的味儿 我甚至感到海风 甚至一个人在纽约 一个人在东京 一个人在北京 我们在夏威夷的海滩上 篝火晚会 就是虽然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家里 但是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魂啊 还是什么啊 就是实际在那个虚拟空间里 我们真的是有触感的 在一起这样相处 你每一个人就是整个网络当中一个节点 实际上我觉得就变成了有种人非人 就是我们原来人是人 我们中间没有这个物理接触 我们就不在一起 将来就是说 我们是跟整个网连接在一起 对了 您不就叫做什么 叫做机器生物化 生物工程化 您知道就说 比如说像这个黑镜里边 他讲的一种情况 就是这种虚拟啊 如果真实感够 其实现在要照我说 咱之所以不愿意进去 是因为真实感还不够强 它要真的够强了 就会出现黑镜里说的那种 比如说俩哥们 我跟小波 晚上把那这么电极夸一弄 我们俩就进了一个游戏里 但是在游戏里 她是个美女 对吧 我是个帅哥 慢慢的在这个里边 虚拟空间里 我们产生感情了 你知道吗 在现实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里 还是俩爷们 对吧 但是呢 快有点爽眉大眼的 在那个里边玩的 又像是一个 在那里边玩的 又像是个恋爱游戏 我的意思啊 这种虚拟感 就像增强现实 如果够强了之后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人类的人格改变 当然会 您啊 刚才几位啊 说的这个 恰恰是将来可以 我们游戏大学 今年刚刚平上一个院士 张平教授 他是专门做移动通信技术的 今年他已经开过两次论坛 就讨论六计 他认为移动通信技术 在解决了人与人打电话 人与计算机上网 等等这些之后 下一步 我们5G到来 是要连接万物 物联网 车联网 工业互联网 再下网怎么走呢 他认为6G 7G啊 是连接人的灵魂 对 那么我一直 因为就是因为5G到来 不是问题 人有没有灵魂 对 他讲的灵魂 意识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个前不久 这个可能是浙江移动 给警方戴了一个5G的头盔 有一个图像 在那网上都能查到 这个警察上到一个大巴车去查询 他上去以后 盯着一个人说 请你出示一下证件 这人说 我叫张三 他说不对 你叫李四 这时候 因为他人脸识别 对 所以呢 甚至你走到一个银行 你还没说话呢 人家说 哎呦 等一下你来 你一个理财产品 今天到期 他后边有大数据 你知道吧 然后呢 请坐下喝茶 您是继续续签呀 还是您这把钱要怎么用 我们这有新的财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这么多年 我们点击浏览消费 其实 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就在为我们画像 我们把这个叫 网络科隆也好 叫数字孪生也好 他画像的最初的初衷呢 是在海量的数据中 避免你去搜寻增加成本 所以我推给你 就让你更容易的 找到你所关注的 比如我当过知青 那就会把知青的东西 推给我 你喜欢 这就是您说 这类似于 类灵魂的这个意义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但是呢 如果再往下推 如果他知道我都想什么了 通过各种的 您讲的这个灵魂之间 是可以互动的 碰撞的 像咱们这讨论讨论 就想出好多新问题来 所以呢 他就会形成一个 灵魂上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一个推理的过程 到时候咱们比如四个坐这儿 咱实际戴个头盔啊 咱不用说话 太拗了 腾一下子 进到一个虚拟的空间里 咱们这个 马斯克想做的脑袋 他已经在做 然后观众也是连通 这个虚拟的思想空间 我跟你讲 我现在觉得这两个是一个 他们说以后的叫做 安静的这个技术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 比尔盖茨很多年人前说 每个人电 就桌上要有一台电脑 现在这个东西就凹了 这个科技是你面对面 你看得见它的 以后叫安静的技术 你感觉 你不知道它在哪儿 已经在你身上了 太对了 其实 人类早年 就是我们是个农民的话 我就是一天 我要去工作 8到12个小时 我弄完以后 烧完饭 我就睡觉了 就是劳动是被时间充满了 那接着就变成8个小时 有的人6个小时 那8个小时 一干嘛呢 有人就去谈恋爱 有人去读书 有人去学习 但无非在未来 马勇老师 未来我们两个小时 那如果在真实状态 你不用担心 两个小时 另外还有10个小时 他踢足球 他干嘛也是能行 但现在就是叠加了 就是你可能工作 一个两个小时 另外 另外22小时中 有20个 10个小时 是在咱们真实聊天 还有10个小时 咱们不在这 咱在别处 是同时在进行的 他不会同时 你切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到另外一个 虚拟世界中 你是个黄 你变成了你的性别 什么都改变了 我就觉得科技 咱们就说 这个5G时代的到来 要不说最后 还是说到这个人性 有一个 王家卫电影 都是说所有电影 都是在说了一句话 就是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可以讨论 但我觉得好像人类的科技发展 它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就是说就像我们的时间一样 时间回得去吗 时间不可逆 科技时代的到来 就是说人就没有过 就是说他有了一种能力 他不用的 你甭说他这能力是好是坏 他有了 他就得用 但是这个用呢 会制造新的问题 但是制造了新的问题 咱们还是应该正能量 制造了新的问题 你发现没有 人类的路数是 还是靠更新的科技 去解决这个新的问题 同时制造更新的问题 这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 这就叫乐观派 你看当年那个 我前两天又去看那个 阿尔文托弗勒 1980年写第三次浪法 第三次浪法 他就有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电脑现在不是个硬件 它是个新文明的形态 所以我们被卷进了一个 巨大的被经济和社会 被破坏的一个时代 他接着讲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这兴致勃勃地 参与这个新文明的建设 我们结果就头差不多 我们也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都挺高兴地 在那谈这个事 乙军想想想想 我在想赫拉利不用手机 他的周围的所有的人 捧着手机帮他 他的信息是别人 得人工位给他的 我就说最后 我们在这个 5G或者是6G时代 在顶端的那个人 很可能是不用 因为他那个人 未来前史人 不用自人手机 对 我在那个网上 开5G的课程 我给他连着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今年年初 工薪部部长 就说以后都是 个性化直播 个性化直播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以前你看一场足球 那个主摄像机 都是跟着球走的 以后 我这场球 我看不看球 无所谓 我就都要看C罗 我就要看梅西 你可以 这个有没有呢 今年的夏天 在上海的一次 通信展上 辽宁电视台 跟日本人合作 做了一个演示 因为日本人 明年东京奥运会 就要做 个性化直播的平台 有一个导播平台 我觉得对新媒体 都会带来 很大的变动 这个变化 这个导播平台 我们上去玩 正在多少场比赛 你就点击 说我要看这个 看足球 一看足球 说正在播的是 葡萄牙对阿根廷 你就啪一点 他就出来 23个场景 一边11个球员 加上那守门员 加上那跟着球 23个场景 你选哪个 我说我选C罗 我扒一点C罗 出来好几十个场景 有的那图像 位置特别偏 暗淡 速度卡顿卡顿 有的特清晰 在正中间那个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么好 他说我们模拟的这个 就是这个人 买了5000块钱 一张的票 高价票 坐到最好的位置 拿了个价值 8000块钱的5G手机 在做4K视频的直播 是个观众拍的 这个就叫无直播 不传播 那么我就拿这个 这个手机在直播 那么当时我一看 我说这个场景好啊 我扒一点 出一二维码 扫码交一块钱 就可以看 如果这一场 全世界有10万人看 那他不就挣10万块钱 天哪 这可这不是回到了 这个盲人摸像吗 就我们看了 同一场比赛 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 对了 而且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现在人很多这种观念之争 是因为他非常有自信的说 我都看到那个直播了 我花了那么多钱 我看得那么真 难道我还没有看到那头大象吗 实际上他就是抱着一条腿 你讲得好 每个人看到了 每个人不同的真相 从不同的角度 但他非常有信心 他学在看到了 他就去那个群体化 他就更个性化 他就更个性化 就出现这种的应用 那么这种应用 最大挑战是什么 那么马上大家能想到 那个国际足联 能同意你转播 电视拍卖的那个费用 所以我上次呢 粉丝高兴了 在新闻一加一 跟白岩松做那5G节目的时候 我们俩就讨论过这事 我说 为什么说5G改变社会就在这 我说其实 电视转播权的拍卖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 以前都是胶卷厂商在赞助 那么始至于1984年 美国洛杉矶奥组委的主席 没钱了 尤布罗斯 说他是叫 为什么点时成绩呢 他提了个建议 拍卖电视转播权 然后呢 当时那个国际奥委会的很多人 还反对 说这太商业化了 萨玛兰奇力排众议 支持了这个方案 认为这样可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让更多人看到 而且呢 给主办方的文化的宣传 和这个 而且他可以让运动员 继续非职业化 非商业化 没有太大影响 所以呢 就力挺了这个方案 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5G的到来 我认为 将会颠覆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 也许我这一场转播 我值了 我拿 我买 因为我用的5G手机 4K的直播 所以有10万人看我 但是我10万块钱 不能都拿走 可能得得到一个许可 就是我要做这转播 我要同意 我把一半的钱 交给那个国际租赁 这就叫去中心化的 以前都是中心化的 中央电视台 在买你这转播钱 现在以后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 明白了吧 到未来终有一日 每一个人都在直播 同时也在被直播 这就是我们 未来世界的图景 你想去吗 你比方说 我刚才在车上 跟杨老师就聊天 我觉得 我们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这很有意思 就是你是把很多数据输入 他在里边找到了一些个规律 决定他怎么看这个世界 对吧 那我们呢 你以为就是说 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 就真的是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 因为我 真的是木头吗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呢 看过一个词 叫格式塔心理学 也有人叫完形心理学 说实在的 我的引用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我根本不是心理学研究什么 我只是说 他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大体是说啊 我们人呢 先天的是有一个模式的 你比如说 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山在那边 桌子在近处 或者说呢 这三个盘子 他们是一组东西 其实呢 你的脑子里是先有了 这么一个格子 你如果没有脑子里的 内置的这个先天的 这个形式 这个城市的话 可能你凭借掩耳鼻舌身 就你的感官进来的 都是一堆乱 家里面有个小孩 如果要学 什么是猫 你给他一个猫的画像 然后待会走过来一只猫 他会说这是猫 他看一个例子 他就能学会 这是很神奇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让计算机 学得给他几千万个 猫的图像 人是怎么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觉得 跟他的祖宗有关系 跟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的父母 我们都是这么认过来的 然后在他的大脑里面 已经基本形成了 其实先天也是遗传的 也是遗传 他讲的就是 为什么小孩 看见一个猫 他以后看见 所有黑猫白猫花猫 长得不一样的猫 他都知道那是猫 他这个世纪 有个什么能力呢 出向能力 你可以叫关键特征 那是什么关键特征呢 颜色不一定是猫 形状 也像狗呢 凡是你能说出来的特征 都不是关键特征 以前有个笑话 一个父亲带着小孩 到外面看 他教了他一 然后在外面看 那个电影广告 上面有个一 他说这个是吗 他不知道 我不都教过你一吗 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就变成笑话了 这就是AI 我有好多做 人工智能的教授朋友 都挺著名的 结果他们说 我一旦家里面有了小孩 我就非常的悲哀 因为我发现 我过去研究的东西 全白做 对 我们亲戚家 有个小孩 你看有一次 我在三亚 就抱着他 我就发现 徐老师 小孩的认知 跟我们 你想象不到 我问他 我说海面上是什么呀 他说是船 我说船上面是什么呀 我本来想 要是成年人 我想问他的事 我以为他回答是天空 对吧 海上面是天嘛 海天嘛 我并没有指着那个船 我就是海上面是什么 我以为他说天 他说是船 他是非常具体的 然后我说船上面是什么呀 我以为他回答翻 对吧 他说是人 然后我又又问他 我说人上面是什么呀 你在他说什么 头发 对吧 他是最直感的 他是 他觉得就是你问什么 他就是 对 这个有意思 就像我们家 我们家弟弟 我有一次出差 给他打电话 我说弟弟 你在做什么呀 他说我在给你打电话呀 对 对 对 这个经常这样说 小孩呢 最大的 所以有小孩是非常好的 有小孩让你重新认识做人 就认识自己 小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老做很多没意义的事情 就没用的事情 他这里碰碰 那里碰碰 然后大人们就会 我就不会这样 对不对 你叫他 你这干什么 你这个精力没法用啊 你什么 后来反反 一反省就是说 我们大人可悲啊 我们是只有好处 有益的事情才会去做 否则的话 连手抬一下 碰一下 什么东西都懒得 觉得这个是浪费精力 小孩不管啊 手碰一下 但我觉得这正是 游戏 这个是人性的 最重要的东西 这正是不是 人工智能最缺乏的东西 对 他不干无聊的事 就是目的性 他不浪费时间 目的性 其实也是说 他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 你给他什么数据 他全都用起来 然后在里面做筛选 那么他一开始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 小孩摸一摸 碰一碰 其实都是在收集数据 其实我其实比较担心的 还是那个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为了人工智能那一块 确实那个 那一句讲这个是对的 就是算力越来越强以后 像库周卫讲 他本来 我看他那个7.0近 讲是2045年 他去年讲说错了 2029年 那就十年时间 如果计算机的智能 超过人 人的大脑能力 最基本上在5G 或者6G环境 才能发生 那个时候确实挺担心的 就机器到底 有没有一种思维 现在有很多科学家认为 机器是有审美的 这个是 他是通过学习的 对 会讲是自主审美 如果你没训练过他 他现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我们叫弱人工智能阶段 其实大家没必要担心在哪呢 就是我们在 我们开发出汽车 就希望他比人跑得快 开发出起重机 就希望他比人的力量大 所以我们开发出个阿尔法狗 把人下赢了 世界冠军下 太正常了 这是非常正常一个 但是我记得连普京都说过 这种担心 就是说这个将来 会不会发展出一种战区 对啊 无人家是坦克吗 这个他们就把他当做 核武器来看待 就是强国之间要有协议 当做核武器来看待 我们都不首先使用 可能会有这种协议 这个呢 这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啊 一个涉及到强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的 就是说 我们说弱人工智能 他再战胜世界冠军 他只会下围棋 对 李适时还会开启车 打高尔夫 所以他不会 对 所以将来说 他能成为战士 能够成为 自动操控的汽车的那一天 他就变成强人工智能 他是多能力的一个集合 你觉得我们这一辈子 看得到吗 肯定看到 哎呦 那您看来 我觉得会有机器的人 会来主持原作派吗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现在机器是写剧本 写什么写诗都有可能啊 但是你要把他所有行为特征 交给那个机器 然后他机器甚至能够有一些推断 但是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同时交给一群人一些道理 交给机器一些道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就问他 就说美国总统是谁 他们俩都会迅速回答 对吧 你昨晚睡的怎么样 那机器绝对回答不上来 道理就在这 那机器必须人交给他 所以深度学习 但是5G的重要作用呢 它实现了万物互联 其实连接带来最大的作用 5G就是非常基层 基础的一个通信技术 一个网络技术 网络的作用是 使我们通过连接 获得了有价值的关系数据 其实5G不一定能挣到钱 我一直有这个看法 而5G背后的数据的处理 加工使用 才能够做到 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实验 它这种呢 它是需要大量的学习的 而5G恰恰 这种连接 产生了让他学习的这种粮食 所以我们认为他可能会 因为人类的向这方向发展 会不会有一个人工智能 再有了5G的帮助 他学习成一个怪物出来 学习成 那是霍金预言的 有某种自主流 当然了 你要放弃空流 甚至这个东西 就是以一种数据流的形式 存在在互联网上 到处兴风作浪 对啊 因为刚才吕老师讲 比如说你睡了没有 比如说我认为人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认为什么叫做睡呢 就躺在床上 我不干任何事 闭了眼睛 那个6个小时叫做睡 那如果有人把它定义好 对机器人什么叫做睡 比如他这一段时间的 技术数据量是10亿兆以下 他就叫做睡 那他会觉得我睡得挺好的